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方面的表现就不太进入人意 在上海和深圳方面分别是几乎是吐回了周三和周四的涨幅 分别是下跌接近于1% 上海方面又现在重新回到了现在的3237点附近 始终目前上海就上不去3300 深圳就上不去大约是11000点附近 那么在其他方面 欧美方面表现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像英国 法国 德国上下变化都是在0.2%左右 美国三大指数变化甚至于更低在0.1%左右 在其他方面上 黄金价格再一次出现上涨 目前已经达到了1235附近 石油价格则稳定在48块8毛钱附近 那今天的热门话题 我们着重跟大家就来说一下的是 在美国加息之后中国和澳洲方面的态度 我们都知道上周四呢 这个美国是正式的对于美元是进行了第二次的加息 或者说是今年第一次的加息 那么与美元加息相比 其实大家并不知道的是呢 中国方面在上周五也立刻做出了回应 中国中央银行呢 对于这个人民币的逆回购短期和中期逆回购呢 分别是上涨了其利率 那可能大家要觉得这个逆回购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其实呢 并不用刻意的去理解其这个书本上的含义 简单的来说 逆回购呢 就是中央银行通过购买下属金融机构的这个债券 来交换了现金 使得呢 这个换句话说就是使得这个钱呢 在市场上继续得以增加 其效果呢 其实和我们之前所说到的像量化宽松也好 像这个印钱放水也好 都是呢 一样的效果 只是呢 形势不同 效法不同 那虽然从官方的这个声明上来说到呢 中国央行说呢 这一次的这个逆回购加息 并不是真正的加息 所以呢 民众不用担心 那话虽然这么说 虽然这一次的逆回购的利益增加呢 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存贷款利率 但实际上 如果从这个金融角度 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他们的融资成本却进一步的上涨 我们知道呢 金融机构呢 它除了像储户那边吸收资金以外 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这个借贷啊 也是经常发生 那么自从这个逆回购利率的上涨之后啊 我们知道上海的人民币 同同业啊 同行业的隔夜拆息率呢 在上周五也一起上涨了 大约是十个基点左右 那也就意味着呢 如果银行和银行之间相互的拆借 人民币的过夜 这个持仓的成本呢 其实也是在相应的增加 那毫无疑问的是呢 银行是不可能做免费的生意的 这边成本的增加 势必将会由最终的消费者来买单 所以说 现在虽然我们在短期之内 没有看到利率的上涨 但是在我看来 长期利率呢 势必会由于这个成本的上升 而做出改变 那么这边呢 是中国那边的行为 我们说到 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 中国的经济目前还在放缓 那银行这么做 难道就不觉得有些担忧吗 毫无疑问的是呢 的确 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呢 目前在GDP以数字上来看 的确每一年都在放缓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看到总体的货币政策上 依然是以刺激和放水为主 但是我们要记住的是呢 人民币始终 它是跟美元是大部分情况下 是有一个挂钩关系的 也就是说 当美元出现利率上涨的时候呢 人民币这个时候 会有一种被动的关系 被扯着向前代 那即便是人民币什么都不动 我们假设美元如果今年上涨 三次到四次利息 这一年下来 两者的利率之差 将会相差 百分之零点七五 多的甚至于接近百分之一 那我们通常知道一个概念 就是在一个国家政治和经济 稳定的情况之下 那么其货币利率越高 它的吸引力就越大 或者说货币的价值也会越高 那么如果美元和人民币的这个货币的利息差越拉越大 换而言之 美元的人民币 美元的吸引力将会进一步增大 而人民币的吸引力将会进一步的衰减 那如此一来原先制定好的保汇率 或者说保证人民币汇率不要跌破期 这么一个目标 在今年来看的话 就是非常困难 那当然了 从官方的层次来说 现在呢 这个这一次的增加逆回购利率 除了在利率上的原因之外 还有呢 去杠杆的风险呢 或者说呢 是这个阻止这个 金融外流 资产外流 等等其他 但是在我看来啊 其本质上的原因 还是由于呢 这个人民币和美元的挂钩关系 使得呢 官方为了保住人民币汇率 不得已 也必须和美元实施相似的货币政策 至少是在某些层面上来看 但虽然现在国内呢 依然是每个月新增贷款额非常之高 但是逆回购这边在提升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也是一个啊 逐步逐步轻微的 在改变目前的货币政策的一个状态 虽然这边在放水 但是那一边可能水龙头正在慢慢的关紧 那么刚才说的是中国方面 我们继续来说一下澳洲央行 我们知道澳元呢 它一直以来是作为一个高息货币 但为什么是一个高息货币呢 我们知道金融市场里面有句话叫做高风险 高回报 那么同类相比照这个发达国家里面对比这个欧元呢 日元啊 美元这些啊 传统意义上的西方货币来说 澳元它虽然是一个发达国家货币 但是它由于啊 其价格走势和铁矿石或者说和资源价格的走势过于密切 导致其短期波动的风险会非常之大 那么自然 你风险大了 为了吸引投资者 你自然就必须提供相对于较高的收益率 那这也是为什么呢 澳元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高息货币 它必须使用呢 相对较高的利息 来抵消它短期波动所带来的风险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啊 这高风险高收益 虽然澳洲也正因为如此呢 澳元也一直和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呢 保持着大约是1.5%的汇率差 换句话说呢 澳元的存款利率通常来说啊 是高于美元日元欧元等等主要货币 1.5%以上 那如今现在美国将在今年加息三次 甚至于加息四次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澳元不动的话 那么之前和美元所保存的那个差异的关系 那将会严重的削弱 那就势必呢 就跟澳元就会跟人民币一样啊 吸引力会下跌 同时呢 这个美元吸引力会上升 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考虑呢 澳洲呢 按理说啊 客观上 或者说我们知道做这书本上来说的话呢 它也会和美元一样啊 对于货币呢 有一个加息的动力所在 但是记住呢 这只是一个动力 或者是一个啊 我们说的一个叫做要基要条件 但并非一定能够促成的加息 毕竟我们现在看到呢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澳洲的经济好吗 比去年的确是好 但是很大程度上 现在的好是由于目前铁矿石价格暂时上涨所带来的 那我们都知道呢 铁矿石上涨并不意味着澳洲实体经济正在恢复 一旦这个铁矿石价格下跌 很有可能现在一片新兴向荣的环境呢 再一次会被退回 那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不久的将来呢 有可能 有可能 一旦中国方面铁矿石需求降低 那么澳洲目前暂时好的经济又会回到不好 对于这一点的话呢 澳洲央行当然是了解 同时从另一个方面 我们看到澳洲的失业率在上个月最新出台的数字来看 也是在变差 所以说很大程度上来说 在目前的情况下 如果贸然加息 毫无疑问 对于经济来说 负面效应要远远大于正面效果 那如果我不加息 是否能够减减息呢 减息也不行 我们知道之前呢 澳洲不降息的一个最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由于房地产的这个风险实在太大 特别是澳洲东海岸主要城市 目前的房价在今年继续在上涨 那么在目前的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再一次降息 毫无疑问 就会对于目前的过热的房地产再一次呢 火上浇油 这会使得呢 以后澳洲经济会存在巨大的风险隐患 所以说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左右为难 加也不是 它不加也不是 但是这个天平最终会产生一个方向 那么在我们看来 我们提出一个假设 如果今年的铁矿石或者是资源价格 能够维持在目前的范围 维持到年底 那么现在澳洲的经济恢复或者说表面上 欣欣向荣的程度 至少能够持续到年底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澳洲加息或者降息的天平 将明显的倾向于加息那一边 也就是说如果目前铁矿石繁荣的情况能够维持到今年年底 那么很有可能澳洲第一次加息将会在年底 甚至于明年年初 这个是我们目前对此做出的判断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说的一个产品 今天说到的是黄金的走势 我们知道黄金价格是在上周四 美联储公布了加息利率决议之后 是出现了一轮上涨 那这一轮上涨在目前始终还是没有跌破 在两小时的短期范围图上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那一轮上涨之后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回调 而且现在来看的话 在今天早上我制作这一幅图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价格买入信号点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比较容易记的1234 我们看到曾经上周五的时候 黄金去过1234 但是并没有冲破之后出现了回调 到今天早上的时候 再一次尝试冲击1234 那如果这个价格能够得到冲破 那预计黄金价格将会向上有比较大的升值空间 所以说如果我们做短线的投资者 不妨可以考虑1234以上留一块钱余地 在1235的附近挂单买入 但是有可能的是 它很有可能会冲上一次 又下来第二次再上去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即使它第二次上去 我们第一次止损了之后 只要它再一次冲上1234 我们依然要坚定的进场跟着 那最后呢 今天并没有这个太多的太大的这个重要新闻 所以晚上的时候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消息会左右这个市场 那以上就是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